闷雷滚过云狂 将其中水汽浸水拈了出来 从滴一滴雨水落下到暴雨倾藤 只用了两袭的功夫 荒当 妈呀 死 死人了 有妖怪吃人了 轰隆 各位差爷 小人如山彩要灌在此处休息 实在是没想到 这次见到这般场景 当头的一位捕快挥手道 进去看看 大人 真的不用寻些道爷来看看吗 不必 大人 我们在寺庙角落 发现了这个 好这就是证物 收拾好现场 把尸体送入一桩 是 画面来到监牢 滋滋 一只老鼠正在碗边搜索着食物 只见一人躺在一堆甘草之上 这人正是我们的男主 老鼠爬上了男主的鞋 他正在熟睡 正面到之前自己见到的一面 一个怪物将一截手臂吞入嘴里 就在这时 老鼠朝着这人鞋尖咬了下去 挨腰 只见原本躺着的人吃藤大叫起身 滋滋滋 老鼠再次跑向黑暗之中 我们的男主觉心想 这牢里的耗子 都穷凶极恶干啃人了 还好东西还在 望着手里的东西心想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引来了两个道士跟追杀 男主回想起了不久前的一幕 两个道士站在破庙门口 两人拔出配件向庙内走去 男主躲在神像背后 这时 两声响起两个道士寻声望去 发现破庙门口 有一只红色的巨眼望向他俩 一条长蛇伸来一瞬间 将两名道士卷起吞入 男主躲在神像背后望去 只见一个红眼长蛇的怪物 出现在破庙店外两名 倒是已经成了他的下酒菜 画面一转 哗哗 与继续下着 我们的男主 拖着满身是伤的身体 回到城门处 轰隆 一声惊雷 走到城门口的男主 也因为体力不知道了下去 几名守成士族健壮 纷纷上前 那怪物究竟是何方神圣 哒哒哒一阵脚步声传来 大人 您回来了 我没骗你们吧 真的是 妖怪作乱 嗯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真是太好了 我就说我是清白的 你就是杀人犯 啥 这把剑眼熟嘛 是在现场找到的 什么意思 你身上有剑伤 分明是你杀人夺剑 为了掩藏罪责 毁失灭迹 普通人怎么可能把现场 弄成那样 普通人 捕快指了指桌子上的符路道 从你身上找到的这些东西 来看 你是会邪门法术的画师吧 你就是利用这些东西 营造出妖魔杀人的假象 男主一愣 捕快转身离开道 推断河里 判法很快就会下来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这么着急给我定罪 难道他是想找个替罪羊 趁早结案吗 两个倒是惨死破妙 仅一天便定罪于我 纵使我有罪大嫌疑 也不应该是这样 草率结案 难道这背后有什么隐情 我不能坐以待毙了 你跟着我是你的命 我打你 是你的命 我的本事 交给你能学多少 也是你的命 哗啦哗啦 动 一场交通事故 命 追到会 看着眼前人的遗像者 也是命嘛 一座废弃的厂房 这 远处一个人 被捆在一把椅子上 椅子上 这人脸上蒙着一块 湿不呼呼地喘着粗气 脖子上挂着公牌 心理课 李云新 喂 突然一声咱们的男主惊醒 放饭了 算你运气好 那头 还特意吩咐给你吃点好的 男主起身 回想起上一世自己 从小孤苦伶仃 若不是 被老头收养 恐怕早已冻死街头 后来 学习心理学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 老头却被的头舌害死 花了十年虽说 把仇报了 自己却也再不能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原以为 这辈子 能过一个安稳日子 结果还是卷入麻烦室 看什么看 快点吃 下顿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 大人 若是断头饭 未免太可惩了吧 坐肩还要挑三拣四 有干的吃不错了 卡拉狱卒关门离开 劳门没有锁上 这门都给我留好了 是想要我逃狱 看来是判决 都不准备有了 那好歹把我喂饱一点嘛 这馒头虽然 要比那些要solo的 躺躺水水好些 可也没半点油水 他嘀咕啥呢 不知道 难道他没看见那牢门 亏我还重重摔了一下 气真多 这小子别真的没看到吧 要不要去提醒他 别让他起意 看来 他们铁了心 要在牢里处置掉我 与其让他们想出什么 更阴毒的招 不如先将计就计 只不过 剧本不能按照他们 预想好的来 呜 呜 咱们的男主又睡了过去 妈的 我睡着了 这呆呜 别急 我请你喝酒 四更 天寒地冻 呼呼 两名 狱卒假装睡着 男主打开牢门 收起 桌子上的 福禄 从容不迫地来到狱卒身边 拆也醒醒 我要越狱了 干 这让我怎么装 监牢外 寒风凌凌 怎么还没出来 里面会不会出了 什么状况 不急 等出来 迅速点 一刀结果掉 不要弄出大动静 惹人生意 这是之呀 牢门打开 一个人引探出身来 剑状领头的捕快 大叫一声 拿下 埋伏 众人抽刀奔向牢门 头儿 是我呀 你不盯着人出来干嘛 那小子 看出来了 大人这是办得不漂亮 就算你找了我顶罪 万一那妖怪又冒出来杀人 不更显得你无能 这事 还是彻底解决的好 彻底解决 难道你 还能有什么办法 那我还真有点办法 就怕大人 被那妖怪吓破了胆子 连事都不敢设 你见过那家伙对不对 你到底是什么人 预判了衙门捕头想滑水 咱们的男主 决定将计就计 拖延时间再想办法 我是什么人 如大人所说 我不过是个小画师 男主吐槽道 若是算上上一试 我还是个心理医生 嗯 没什么 大人不如还是说说 关于那个妖怪的事吧 你当真能把我们除掉那妖怪 不信你也可以杀了我 不过过了这个村 可没这个店了 等下次 这个妖怪在现身 闻言不等咱们的男主 说完领头的捕头挥手道 你们看看四周 众不快道 是 三个月前 县令的公子 在带人狩猎时失踪 唯一存活下来的老翁 说是妖怪时任 我便怀疑 是那个东西 男主拿出一个卷轴 打开卷轴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五年前 那是一个雷武交代的夜晚 那时 我刚得了一个儿子 哇 哇 乖 不哭不哭 这时屋外 传来轰隆之声 忽然 房顶被掀开出现 一只红色巨眼 什么怪物 就在我慌神之际 怪物 抢走了 不我中的幼子 孩子母亲见状 大叫道 我的孩子 伸手去抓 孩子 我抽刀回身 就见到一个 双眼泛着红光的男子手里 提着我的内人和孩子 他缓缓张开嘴 不吃 那怪物当着我的面 将他们 男主回想起之前 见到的一幕 竟然也是当面 男主拿起画笔 开始在卷轴上画了起来 喜欢让别人看着他吃人 这妖怪 心里多少有些问题 不过妖物 本来就不能以常人心里揣夺 片刻男主便画完了道 你看看 是不是这家伙 不错 是他 该如何拿着这妖怪 不知道了吧 所以说这东西 你们搞不定的 不过一家人呢 最重要的 就是整整齐齐 捕头文言一愣 嗯 什么意思 男主道 意思就是 不等说完 男主像画画的卷轴 扶了一口气 随即道 你应该早日去和家人团聚 卷轴中的妖怪 瞬间活了一般 钻出卷轴扑向捕头 捕头大叫一声不好 托出佩刀 其余几位捕头 见状大喊 头 杀了他 快来杀了他 带头的捕头挥刀 划过扑来的妖怪扑痴 竟然砍开了 呼 妖怪消失 眼前的妖怪 变成了被砍成两端的卷轴 领头捕快大怒道 那小子竟然敢骗我 给我追 刷 刷 男主一路狂奔 这一世 他的确是个画师 这一世男主的记忆涌入 大道无形 天地有灵 修行之人 可以通过输货化的方式 将无形之灵固化下来 哗啦 哇 爹爹你是怎么做到的 以万物如画 以天地如画 大道千里江山 小道须迷戒子 尽收这方寸之间 此为画师 想学吗 等你长大了娇呢 可惜 长大了以后 老爹就像是忘了一样 再也不险山不露水了 若不是自己生而有灵 那时偷师学来 现在不知道还会怎么样 那两个该死到时 要不是气海 被他们所封 也不至于跟那捕头 耍这些把戏 思索间 见到身侧一个捕头 两人都是一愣 随即这名捕头大吼道 找到了 猴 人在这 男主暗叫一声糟了 才发现自己 已被包围 好 我看你能往哪里跑 李云新将计就计答应 帮助行捕头 彻底解决妖怪 结果借机会 连夜扛着复兴号 高铁跑路 不想双拳难敌四手 再次被重捕快门围了 大人看起来很是生气啊 小杂种 你敢骗我 还以为你逃得掉 谁说我骗你了 他这不是来了吗 行捕头挥刀便砍 怒道 你觉得我还会上当吗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时要出意外 就在这儿 树林里群鸟四散而逃 不远处一阵白烟飘落 一瞬间重捕头纷纷倒下 行捕头一刀 砍在李云新身后大树之上 李云新冷汗直冒四周 瞬间安静地吓人 只听到李云新的喘息声 一声夜猫子叫声响起 行捕头一惊 随后是倒地的捕快 微弱的哀嚎 一个人影 出现在行捕头身后 看着眼前瑟瑟发抖的行捕头 李云新道 别怕 回头看看 是不是他 刷 行捕头手肘顶住李云新脖子 挥剑回头道 你还有同伙 出来 别装神弄鬼的 这是一个 手拿指扇的男子出现 又见面了 行捕头大惊 真的是 那妖怪 他居然还记得我 李云新见状道 一事不凡 二主 上次便是您救了我一命 今天实在没办法 就又请了您来 您再救我一次吧 文言行捕头慌了 回头道 你们认识 看看 看来 此前没吃你算是对的 还真是个有趣的小东西 这是我跟九公子 您的缘分 你们是一伙的 老子 果然没有看错 李云新 嘿嘿一笑 这一把赌对了 回想起破妙的一幕 哦 这少年 已经不怕 不怕 要不是 您 我可就死在那两个倒是手里了 不知 恩人高兴大明 他而我回去好给您立个笑 烧烧香 文言九公子 盯着李云新瞬间露出 争鸣的 灭目宝 你这少年命格 倒是有趣 罢了 叫我九公子 便是 当时 虽不知道他为何放过自己 但知道他的名号 便能将他入化的时候 借到他的一丝灵气 像他这样 神通广大的妖魔 果然能够察觉 虽说是鱼虎谋皮 但是有他在 只要他还不想吃 自己 自己就死不了 你不是说 要给我立个 像给我烧香吗 像吗 香吗 这不是还没找到地方落脚 就被抓牢里了吗 哎 这几日吃不好 睡不香 每日 惦记着 公子你 今天好容易有机会 给你画像 结果还要劳烦你跑一趟 救我一命 卡 行不投手肘发力道 闭嘴 别过来 否则我杀了他 他要你威胁我 要杀你呢 哈哈 这人多闹啊 我还以为他见了你 好歹能有几分骨气 现在杀鸡杀子的仇人就在你面前 你却只敢把刀对着我 还一心只想着逃跑 闭嘴 再说话 我杀了你 我不说你就能心安吗 你媳妇儿子死的时候 你在看着 像狗一样 可今晚你就算继续耸下去也活不成了 你杀我 杀了我 你还要死 你现在是不是很怕 是不是还在想逃 想跑 想活命 一顿嘴泡屁 U.A.洗脑输出 行不投精神有些崩溃道 不 没有 没有 你有种 那把你的刀拿好 什么也别想了 杀了他 现在就去杀了他 望着眼前强大的仇人 行不投脸色一变 飞身扑向九公子头 我要杀了你 李云星穿越道 这光怪陆离的异世界 出来战道 就因身怀宝物被一路追杀 未料道 竟会遇到一个有着人类俊俏脸旁 自称九公子的妖怪 啊 行不投目吼着冲向九公子 九公子左手一挥 行不投感觉眼前越来越黑 九公子那张邪笑的脸 越来越模糊 咔嚓 一声 破坏 只见行不投的身体 倒在九公子身前 地上一片星红 只是这身体已没了头颅 李云星无力地坐下 九公子问道 有去 怎么做到的 李云星喘着粗气道 一点小小的记忆 从我迈出大牢的那一刻 我就在影响他的思绪 破坏他的计划 和他的对话 他的回忆 那幅画 夜晚的氛围 奔跑追逐 血的味道 直到您的出现 一次一次地破坏他的计划 一步一步慢慢地引导暗示 他不安 暴躁 愤眠 恐惧 呼吸急促 不知所措 到最后 那会儿 我每句话都压在他呼吸的节奏上 完全不给他思索的机会 终于我给迷茫的他指的出路 他崩溃了 听同了 死在了九公子您的手里 死得其所 也如愿以偿和家人团聚了 您可真是个大善人 大善人 哈哈 有趣 有趣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 这么有趣的人 真想尝尝是什么味道 您想尝就尝吧 但是像我这么有趣的人可不多了 您省得点吃 这次刚从牢里出来不方便 您若是下次再吃我 我给您备得了料 您还真是 哼 啪 九公子和尚扇子倒 你欠我一条命 九公子身影 还是消散 我还会来找你 倘若你让我觉得无趣了 我便吃了你 九公子 消失在夜深 李云星长叔 一口气的 活下来了 去年春天 爹娘因为意外 死在一个雷雨之夜 原本我准备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 先在家 为父母守孝三年 但是 直到九天前 两个道士 前来借宿 两位单亲道士抗仓子 和赤松子 人人都有神魂 或强或弱 我等修道之人了 需调动那天地灵气 为己用 需要足够强大的神魂 至于修神魂的法子 实际上听起来 挺简单 就是杜结 杜结 虽然听起来简单 若杜结时 神魂不够强 总为外物 所动 施法降魔的时候 心思一差 也会反噬自身 不过 若是有机缘造化 能够得到古时 高人名卷 那就容易许多了 然而他们借宿的第三天 终于忍耐不住 暴露出了真实目的 原来 他们不知从哪里听说 在我父母手里 有一千年前 一个丹青道士 留下的名句 万里山河图 却不知他们留下的 是传说中的画道秘密 轰鸣欲解 这一孟 七日 轰隆 霍妙解 雷雨交加的夜晚 出来吧 饶你不死 本已经是困兽之斗 逼死困局 却因为一个食人妖魔 莫名其妙的癖化显为遗 李云星艰难得地撑起身体 从重骨盖身上摸索出 随身的银两 收起银两李云星不由地感叹道 这一路被人追杀 被妖怪救命 还真是奇了怪了 不知道 下次遇到 还能不能互弄过去 清晨上山采药的采药人 差爷 都是差爷啊 见到重骨块尸体下的他撒腿便跑 这什么事道 咋又让我碰上了 道爷 这次 一定要找道爷了 估计这哥们下辈子 也不会再上山采药了 哒哒哒 远处一辆马车驶来 来到近处才发现是一辆飙车 见状李云星招手道 顺风车有目有 隔屋一声飙车走 半年 江湖平安回 隔屋 隔屋 飙车队为首的是飙头乔断红 他带领着飙车队前进者 车队中一位卡兹兰大眼睛美女双手 拖着下巴望向李云星问道 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野地里 阿爹原本是绝不会让生人进车队的 他是匪盗山贼派来的探子 你看我 我像盗匪吗 看到李云星真诚的眼神 卡兹兰大眼睛美女脸上泛起红韵道 不像 那有这么好看的匪盗 对了 其实我是这山里的妖怪 哼 妖怪怎么了 我们这可是有道士的 这就让他收了你 这时 边上一人道 莫拿老道取笑 平道干的可不是收腰的银上 李云星打量着道士道 看前辈您随身带着话剧 莫非您是位单亲道士 哦 小友还有几分眼光 你可知动玄派 平道就是动玄派的掌门 前辈能够执掌 一派定是位高人啊 李云星越说越兴奋 这时卡兹兰大眼睛 美女一脸嫌弃道 你可别信他 他那动玄派就他一个人 他 就是个坑蒙拐骗的画师 你说 谁坑蒙拐骗的 平道 这可都是真本事 真本事 前面山里最近听说有妖魔作祟 你敢去抓吗 平道说了 画师不捉妖 那就是没本事 我在卫城可是看到过 你在以红楼给一个姑娘画画 变戏法 哄人来着 胡说 平道什么时候 不等老道说完 卡兹兰大眼睛美女 背一只手提起 你什么的时候 跑以红楼去了 这是你姑娘家能去的地方吗 美女回头望去道 爹 您别这样 我都十五了 来人正式飙头乔断红 十五也不能去 你听我解释 李云星和道士 健壮哈哈大笑起来 先是 您给我讲讲话 是的是呗 听到李云星称呼自己 先是 道士心情大好 捋着山羊 胡道 你要听啊 平道成一三十年 在魏城也是有些名声的 看与你有缘 平道就同你说说 修道之人有玄 真 画 虚 意 五个境界 对画师而言 到达意境 可以引动灵气 融入画中 影响人的五感气韵 到了虚境 可以宁气成形 以幻象或人 画境就可以照出东西来了 那真境和玄境呢 现如今画道衰微 虚境的画师 都要到京城才见得到 还有没有画境的高人都不好说 更别说玄境 和真境的画师了 道士得意的 伸出五个手指道 就说意境的画师 整个未成不出五个 我就是其中之一 李云星彩虹屁马上跟上 现实真是高人啊 道士文言盘算道 庙里一直就我一个人 他既然这么信任尊重我 不如把他收下 这么齐整的道童 既可以撑场面 还能做杂事 起不妙灾 这老道虽然很弱 但是 好歹是个画师 在定下何去何从前 但是借他的身份 打个掩护 还能有个地方落脚也不错 少年 我看你与我有缘 你可想求道 不通 李云星一个头刻下师父在上 受弟子一拜 乔标头女儿乔家心文 声望向两人 看到磕头的李云星 瞬间让他他目瞪狗呆 乔家心土曹道 我才离开几个钟 我就成了师徒了 好好的小哥哥 就成道士了 一旁的标识文言道 长得好看 结果 是个缺心眼的 乔家心回队道 你猜缺心眼 这是车队前代队的标头 瞧断红抬手大喝道 扎营 休整 咕噜 咕噜 李云星拿着水壶 来到西边打水 乔家心跟了过来 李小哥 怎么你也来打水吗 不是 我想跟你说 你可别被那刘老道骗了 那个老头子坏得很 爱用戏法 到处忽悠小媳妇 我可不是背后 说他的 坏话 你也不是小媳妇 我只是担心 乔家心 说着说着脸红了起来 偷偷来找我 是想着顾及我的面子吗 我知道多谢你了 不过既然已经拜师 反悔了 走吧 该回去了 乔家心着急地 伸手拽住李云星衣服道 反悔也没关系的 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帮你说啊 你可以来我们家标局 这时 李云星一惊 搂着乔家心便走 乔家心疑惑问道 怎么了 营地门口两人看见 一直见男子背向他俩 站在不远处 突然男子回头道 哟 还有两个漏网的小家伙 退后一步 挡在李云星面前 刚才说话时 温柔又略蛮横的口气 已经不见 变得戒备又警惕 你是什么人 其实他的袖口里 有一把小戏剑 但父亲乔断红肠 告诉他的事 我们走标的 不是江湖豪客 剑人能不动手 便不动手 走在屋檐下 倘若低头能解决问题 那就不要拔刀 于是 乔家心就只扣住了 那小剑 不曾把他抽出来 直见人皱眉哼了一声 我劝你们老实点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这话说完 便将戏剑朝前一地 李云星看着这把剑 和那两个道士的一模一样 难道他们是同门 愣神间 乔家心向身后的李云星喊道 我挡住他 你快回去叫我爹 文言李云星大惊道 别冲动 他的修为可不简单 别嘀咕了 不如我先砍下你们一条腿 省得你们还要逃跑 说完便灰剑要砍 看着倒是灰起的剑 两人一惊 李云星反应过来 把挡在身前的乔家心 拉倒身后大河道 等一下 此时的乔家心 你是一身冷汗 道士剑停在李云星眼睛前 直见的男子皱眉 哟 怎么给小情人挡剑 别以为我不敢伤你们 乔家心这时也着急道 你逞什么墙 大侠误会了 李云星打断他的话 弹开手 您功夫高 我们认怂 认怂 李云星拿过乔家心手里的短剑 这个给您 还望您手下留情 哈哈 算你实相 跟着走吧 过了一会儿少女才失望地叫起来 你怎么 在他心里这个少年哪怕不能打 但是至少 也该有点骨气吧 这算怎么回事 李云星摇头 低声道 看山坡 那边 其实他们两个里营地 已经有些距离了 少女因为震惊和慌乱 不曾听到山坡那边的声音 但李云星听到了 她意识到 那边还有人 这个直见的男子还有同伙 现在那边已经安静下来了 不曾有激烈的喊杀声 之前扎营做饭的时候 就一直在说话 后来混杂了几个陌生的声音 那话语便平息了 到此刻一片安静 是啊 跑不掉的 所以干脆就不反抗了嘛 李云星想 大概是对方施展了什么令人惊诧的手段 震慑住了那些标诗 等两个人走上缓坡 少女才看到那边的情况 哼 绣花枕头 我还以为有个男人在边上 至少能护着小姐逃走呢 嘿 这是一个标诗 冲着李云星道 李云星摸摸头一脸 不好意思说道 我不如你 文言标诗一把拉过乔家星道 过来 别跟着他了 没用的花架子一个 李云星看着眼前这群人心想 这些剑客虽不如此前两个道士 但比起这些标诗们 还是强了不少 从小父母虽然没传我什么画师的手段 但筑记的功夫却不曾落下 要不是气海被那两个道士所封 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但是现在 来烧了这些货 然后跟我们走 什么 在下未成红服标局桥段红 成江湖朋友看得起 喊我一声屁水刀 几位朋友今天开张 这东西 要烧也就烧了 但几位想要什么 要找什么 可以明说 在下 如果帮得上忙 闭嘴 再啰嗦一句 就是个死 乔段红的脸当即涨红 几乎就要冲上去 他走了这么多年标 第一次受到如此待遇 但最终 他还是将冲上心头的那骨气 强压了下去 拱拱手 不再说话了 最终火还是烧起来了 车队的十几人赶在一起 向路边的野地里走 李云新 心里一跳 看来这些人的目标不是货物 而是标局的人 他们要度杀劫 思索间 刚才那个执剑道士 忽然大喝道 刘步 暂且歇下 歇一会 生 乔段红看向众标师文言吩咐道 天已经慢慢黑下来 林间起了微风 一刻钟之后 人们升起两堆篝火 标局里的人围在一棵 荷豹的高耸古树下 李云新走向他们这边 做什么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一边去 一位标师冲李云新怒吼道 乔家新看向李云新 见状怒吼的标师 又冲乔家新吼道 看他干嘛 光长得好看有啥用 我就觉得 那小子有鬼 一路上 好好的 偏偏遇到他以后 就碰上了这些邪门歪道的 看着李云新离开的背影继续道 都这回来还在四处走动 不知道想探听什么 头说了 这些见客邪性 但如果情况不对 就只能与死网破了 可不能让外人拖后腿 李云新独自来到一旁 他蹲在地上 不知在干啥 刘老道 走上前来道 这次完了 遇上强人 就不该上这趟车 一条烂命怕 是要交代在这了 不一定 嗯 你有法子 李云新扭头 看向刘老道 问道 你知道 一锦夜行图吗 文言刘老道大惊 你怎么会知道 传闻一锦夜行图 是为画道 高人所作 描绘的是 楚霸王身着云锦金龙袍 夜奔三百里 往该下祭奠王妻之图 此时才发现 李云新已经在地上画了一幅图 我已经快画好了 要请你帮个忙 各位大侠 在下李云新 乃落成中人 跟那些走标的 本不是一道的 在下 虽曾走南闯北 却从未见过诸位 这般武艺高强的英雄 在下一贯仰慕世间高人 如不嫌弃 在下愿意散尽家财 与诸位英雄相交 与我们相交 你也配 滚 老是回去待着 好好 知道了 李云新嘴上说着 脚上一刻也没有停 那小子脑袋有问题 标局的财货这些人 都看不上 还想用钱利用 文言李云新 指了指中标诗道 诸位英雄 能不能商量一下 我不想和他们挤在一起 让我自己找个地待着城吗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滚回去老实戴着 休要锅躁 剑客不耐烦的吼道 随即抽出配剑 李云新健壮连忙道 英雄饶命啊 一边说一边后退 脚上也没有停下 一会功夫 已经在地上画出一大片 李云新转身描向刘老道 刘老道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到我了 刘老道回想起 刚才与李云新的交谈 我气海被封 最后注入灵气的一笔 需要你来完成 等我信号 待我完成那幅画时 由你来点精 你这少年究竟是 这是说来容易 做起来可是要命啊 英雄 英雄不要动怒 动玄派混原子 看在本道的面子上 其中一位剑客 文言剑指刘老道说道 动玄派 道统 差不多 平道休息的 也是无上天人 所传玄门正法 天下道门本是一家吗 都是家人 不要打打杀杀的 刘老道边说边退同石脚上 偷偷地画着 说话间 刘老道脚下一顿 一幅巨大的画 已然完成 刘老道心想成了 随即走到李云心身后 拍了拍李云心道 各位大侠好生休息 我带着不识抬举的小子 回去便是 一把剑飞来 剑落在刘老道 跟前的地上 刘老道下的身子后 退扑通坐在地上 你在锅躁 休怪我无情 李云心健壮 赶忙扶起刘老道说道 这就走 这就走 这到底有没有用啊 这一下 去了我半条老命优 不知道先长什么时候来消息 真想趁早 把这几个人解决了 来了 一只纸鹤悠悠 从远处飞来 不是不想 与我们一堆 怎么回来了 同事天涯沦落人吗 不要在意小节 谁跟你是沦落人 为首的剑客大喝道 闭嘴别吵了 这时他只见 多了一只纸鹤 他拆开纸鹤 其余几个剑客 也凑了上来 为首的剑客 看了一眼打开的纸鹤 眼光一冷道 这些人没用了 都杀了吧 真是麻烦 人还不守 折腾大半夜 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 等下动手 我先拖住他们 让小的先走 望着眼前 这群杀气腾腾的剑客 李云心道 诸位 不用藏着掖着了 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要杀我们 二货难不成杀你 还要给你解释 无所谓 让你们做个明白鬼 到了阴曹地府 莫要报错了 我们六兄弟的名号 我们六兄弟 乃是河中六鬼 如今便是七十二动天 林旭剑派 清传弟子淮男子的手下 奉命祝先掌力杀劫 杀劫 原来如此 诸位英雄这是靠上了大门派 可算是发达了 不过度这杀劫 听起来 可需要不少人命